那委員 到底郭國文會怎樣 郭國文的這個部分 其實大概就是說 我們現在就提案說要送紀律委員會 其實當天發生事情的時候 我有在場 那我也是非常驚訝說 他怎麼會對議事人員下手 那依據立法委員行為法 第七條第一項第九款 本來你就不可以去干擾 或是要求那個在場的議事人員 那當天你對一個七十幾歲 人去搶奪他的東西 這個其實我難以想像說 這個跟你在議事攻防上面 有什麼任何關聯性 而且也不應該 那我有聽在場的 比較資深的立委說 以前不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但在這一次這一屆 其實攻擊這個議事人員 攻擊警察 或是去罵這個議事人員的事情 發生了好幾次 所以在我們的立場 我們當然覺得說 這個地方如果沒有規則 那你就跟動物園 沒什麼兩樣 就是大家動物罵來罵去 吵來吵去 這不應該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還是認為說 我們是支持黨內 大家一個共識 剛剛雖然柯總召說 如果這個要送基督委員會 那其他人更多要送基督委員會的例子 但是我要跟各位報告 就是立法委員跟委員之間的衝突 我覺得有有的時候 你甚至可以認為說 那個叫言論免責權的一個範圍 因為言論免責權 不是只有嘴巴講 甚至身體的表現自由 也是屬於言論的一種 所以我認為說 在委員跟委員之間有什麼衝突 我覺得那個是一回事 但你去攻擊醫師人員 那那個就完全不一樣 像我在那個三讀那一天 我其實也被打傷嘛 那我還送醫院 可是我隔天我就說了 我不會告任何人 那我那時候被診斷是直接熱骨 第二劫就裂砍 到這樣子我也是覺得沒關係 可是再怎麼樣 我都不能容許說立法委員去攻擊議事人員 甚至攻擊一個七十幾歲的秘書長 這個萬萬不可 很不應該 這對小孩子是很不好的一個 一個表現 所以這部分我認為說 既然這個立法委員行為法第七條 已經有明確的規範在那邊 那我們就支持送紀錄人會 當然 紀錄人會是目前的這個主席 是民進黨那個擔任嘛 他是輪職的 那我覺得這也沒關係 至少我們我們做出 我們該有的表示 而且另外說 如果我是搶立委的東西 立委會跟你反手的 是 你搶議事人 議事人不太敢反手 這好 怎麼辦呢 議事人不能去跟立委去打架 對不對 只有立委自己還可以打架 議事人哪得敢啊 真的是這樣子 我在立法院這麼多年的情況 今天最離譜 這個立委打來打去 有時候打了以後 把耳光了什麼之類 會告 立委告立委 但是最後都沒事 最後基本上都沒事 基本上沒事 他一定是說 附歐 沒什麼事 可是今天等於是 我大概印象中是幾乎沒有 他去攻擊議事人員 你看 搶議事人員的東西 他搶奪人家財務 這個是有罪的 這刑法是有罪的 搶奪財務喔 那現在柯建民跟郭郭文 講了什麼話 他說如果按照這個標準 那國民黨很多也要送機率委員會 不是啊 那國民黨是跟民進黨之間的 這個來來去去 是不一樣的東西啊 他就混鳥是丁 其實這時候反映了 這時候反映了 就是在哈利 他就說吩咬 有罪的